各位新來的一個投資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飆股新天地 我是陳宇敬 雖然昨天的臺北股市 因為川普的一個關係 使得昨天的一個臺北股市一局的開低 重挫大跌下來 甚至中盤收盤指數 重挫大跌將近200點作收 在市場一片華然的一個時候 在昨天的一個時候 老師就斬釘節點的告訴大家 我說拉回就是一個機會 為什麼拉回就是一個機會 昨天我就跟他說過 我說在眾多的一個格局不變 並且下檔只要守穩10750點 到10850點的一個關卡不破 其實對於後世的一個行情 你根本就不用擔心 根本就不用害怕 結果你可以看到 今天的一個大盤的一個指數 就是一如我們的一個運氣跟規劃 馬上的一個大漲上來 但是我們可以看到在昨天的一個時候 隨著一個指數的一個下殺 市場上有多少的人 告訴你我會下的一個慈悲的一個關刀 市場上有多少的一個人 在昨天的一個時候 叫你趕快把股票給他賣光 結果你可以看到 如果你昨天 你看到跌的時候 你揮下慈悲的一個關刀 結果今天怎麼樣 今天馬上就是被拔上來 市場上有多少人想當英雄 結果今天馬上就怎樣 馬上就當狗熊 馬上變成狗熊 我就跟他說過 我說多頭格局不變 順勢操作 就是逢低偏多操作 這個看法到現在都沒有改變 老師不是從現在才跟你講的 老師是從1月10號 當時候9.319點的時候 當市場上一片的一個看空 一片的一個悲觀的時候 這一路以來我就告訴你我看多 我看多一直到現在 我還是告訴你 我看多並沒有改變 所以後世的一個人 後世的一個行情 我可以告訴大家 你儘可安心 儘可放120個星 為什麼 因為這中多的一個格局不變 是下黨成城有的一個友稱 我還是老話一句 拉回就是機會 盤局出標股策略買黑不買紅 只要各位懂得的一個 把握低階不追高的一個原則 慎選優質好股票來操作 把握低基期 低位階 下半年具有轉機成長體財的一個好股票來操作 並且再配合的一個兩線 翻多大戶籌碼偏多的一個選股的一個 這樣的一個原則 我可以告訴大家 後世人將有賺不完的一個錢 等著大家一起來打賺 哦 那麼什麼樣的一個股票 符合這些的一個選股的一個概念呢 比如說我們可以看到 像三二模組的一個泰塑 他不符合我們的一個選股的一個概念 哦 基本上你可以看到 哦 很多人啦 Maybe可能會來做爭議 哇 當時候的一個泰塑大漲來到66塊 66塊半的時候 哦 可能帶你去追 哦 去做最高的一個動作 但是可不可以追呢 哎 為什麼不能夠追 哦 原因很簡單 哦 我也知道 泰塑今年的一個營運看好 哦 手機的一個美股的一個 去年賺了1.8塊 而且今年的一個 讓今年的一個四月份啊 這個營收持續的一個 連徵的一個將近的一個七成 哦 然後說 以整個這個散熱模組的一個需求 我也知道第二季第三季 甚至隨著一個新產能的一個開出 哦 業績持續的一個看好 哦 但是股價都已經反彈上來了 來到了一個66塊9了 那我問你 能不能夠追 他可不可以支撐股價的一個 持續的一個這樣 持續的一個向上 就算股價要向上 他是不是也要怎麼樣 也要先拉回怎樣 哦 就整理再說 哦 所以為什麼我一直要告訴大家 對於這類的一個怎樣 高基期 高風險的一個股票 哦 你千萬不可怎麼樣 貿然去做追價的一個動作 結果你可以看到今天那個 他說今天馬上怎樣 馬上的一個應聲的一個殺下來 哦 相信你也都看到了 哦 甚至包括的一個 觸控面板的一個GIS 我問你可不可以去搶 哦 為什麼不可以 為什麼我不會帶會員朋友 去搶這類的一個股票 原因很簡單 你可以看到他手機是淡季 哦 那雖然手機每股是繳出了2 2塊040的一個這樣 的一個成績 符合市場上的一個預期 哦 但是 哦 因為第一季 第二季 都還是處在一個 蘋果拉貨的一個淡季 哦 所以你可以看到4月份的一個營收 哦 他還是比上一季 上個月 還要年減超過的一個兩成 哦 所以營收還在持續的一個這樣 哦 持續的一個進行的一個這樣 調整 第二季還是淡季 所以像這樣的一個股票 粉蘭上來 能不能夠追 哦 很清楚 不符合我們的選股要件 當然是不能夠追 所以為什麼觸控面板的一個GIS 哎 股價會怎麼樣 啊 股價會的一個人 嚇殺的一個下來 哦 甚至包括的一個 被動院板的一個國具 哦 他能不能夠去搶呢 哦 你可以看到過去有多少人 哇 看到這個國具粉蘭上來 哇 來到了一個350塊 4月18號的時候 多少的一個專家帶你去搶 哦 但是為什麼不能夠去搶 哦 因為我們可以看到 他的一個手續的一個財報 啊 每股賺6011 低於市場上的一個預期 重點是現在隨著一個市場的一個需求 能然是相當的一個疲弱 而且報價的一個下滑 庫存持續進行的一個這樣 去化的一個調整 整個的一個營運 可能還要等待下半年的一個 忘記拉貨效應來來臨 整個的一個營運 才渴望的一個回穩的一個上來 哦 所以像這樣的一個這樣 營運還在持續做調整的一個股票 我問你可不可以去搶 當然是不能夠搶 我相信你應該 都很清楚 甚至包括的一個這樣 包括的一個被動元件的一個 華星科也是一樣 為什麼像這樣的一個股票 不能夠去搶 結果你可以看到 如果你看到粉蘭上來 你去追高的話 結果你看光是這樣 最近的一個股價的一個下沙拉回的一個修正 這樣一跌 跌下來 一跌一張就54塊 一丟就六歲 一丟就五十四萬就不上去 我們千萬不要跟自己的荷包 開玩笑 比如包括的一個這樣 包括的一個 的一個創意 為什麼當時候4月25號 創意 大漲再創249元的一個新高的一個時候 為什麼我們會帶著我們這個會員朋友 把獲利給他放進口袋 因為你要知道當初 為什麼我在低檔的時候 我們會帶會員朋友買創意 原因很簡單 因為台積電報喜 台積電報喜 當然短線他會有激勵的一個作用 但是隨著一個股價的一個大漲上來 但是連線 他頂到了一個連線 連線還在下滑 那我問你 未來就算要漲 他要不要先做一波的一個拉回修正 當然是一樣 所以為什麼我們在4月25號的時候 當很多的一個專家 帶你去做追逐的一個時候 我們順勢帶著我們會員朋友 把獲利給他開心放進口袋裡 我相信你現在都看到了 那麼現在的一個股價 你看殺下來剩下多少 211.5 甚至包括的一個非常值得 因為你值得的一個值得 你可以看到 為什麼這檔的一個股票 4月29號 大漲在創120元的一個新高的時候 很多的一個專家 帶你去做追逐的時候 為什麼我們會帶著會員朋友 把獲利給他放進口袋裡 也是一樣 因為你可以看到 隨著一個貿易證的一個合環 我們知道短線 對於整個工具機的一個體財 必將有機率 所以為什麼當時候 我們在102會帶著會員朋友 來做一個佈局買進的動作 但是大漲上來 來到121塊的一個時候 當很多的專家 帶你去搶的一個時候 你可以看到這個時候 我們反而帶著我們會員朋友 把獲利給他開心放進口袋裡 因為如果說你今天在高檔 你不懂得把獲利給他 放進口袋裡的話 你可以看到最近的一個值得 最近又怎樣 又下沙拉回來 因為你頂到的一個年限 頂到年限 年限還在下滑 還在下滑 你未來就算要漲 他必先怎麼樣 必先做拉回修正 我們要買 也是要等到他拉回修正 然後在主體完成的時候 我們再來進場 這就是我們帶會員朋友的一個這樣 的一個操作的一個方式 所以你會發現 你今天跟著我們的一個腳步 讓你可以怎麼樣 買的安心 抱著放心 而且可以賺的開開心心 你完全都沒有煩惱 為什麼我敢這麼說 哥倩的一個投資朋友 你可以看到最近的一個指數 在1萬1千點的一個關卡附近 做震盪的一個過程當中 我一再的一個告訴大家 現在的一個選股 非常的一個重要 一定要掌握到這些的一個低位接 低基期 高成長題材的一個好股票 就像在這一路以來 我跟大家所分享的一個 表中486278的一個代表課一樣 你可以看到為什麼代表課 從三次頭我們帶會員朋友 鎖定佈局買進之後 能夠一路的一個大漲上來 現在來到六次頭 原因在哪一邊 原因就在於公司的一個 讓整個的一個營運 具有爆發成長的一個契機 因為你可以看到 手機這個美股賺了1.60塊 他比去年第四季 單季賺1.46元 以及去年同期第一季 美股賺0.43元 還要大幅成長 而且受惠於整個Vinio OIT 以及電動真面板的一個 打建的一個訂單的一個怎樣 的一個需求跟出貨 以及擴展效益的一個顯現 你可以看到4月份的一個營收 再創新高 年增8.7% 在夜增8.7% 年增超過45% 你可以看到我們就是幫大家來找 來怎麼樣挑選出 這樣具有體材 具有未來具有成長性的好股票 所以你可以看到 光是台表哥一檔的一個股票 從三次頭 一波飆漲上來 來到這個六字頭 光是這樣一波的一個價差 足足都超過7成 將近75% 我相信你也都看到了 甚至包括的一個台藥台藥 非藥的一個領養 我也跟他說過 我說這一檔的一個 非藥的一個領養 為什麼我把它叫做非藥的一個領養 結果你可以看到今天你都看到了 今天台北股市表現最強的股票是誰 是我給你的一個股票 因為你可以看到這檔的一個股票 雖然當時都4月29號一度的一個壓回來 來到的一個回測的一個季線的一個位置區 但是我告訴你 我說拉回就是機會拉回就是 就是買點 你可以看到當你懂得做把握的話 你可以看到今天的一個台藥今天來到多少了 今天來到126 今天大漲在創新高 為什麼今天能夠大漲在創新高 原因很簡單 因為他就是具備我們的一個低級級高成長 這樣的一個成長的一個要件 所以從我們109代的會員朋友 鎖定佈局買進以來 你可以看到光是到今天為止 一張的一個價差足足達到17塊 不要坐在10元就好 10元就好 就讓你馬上可以開心大賺17萬 這是我們帶會員朋友所操作的一個股票 這也是我們跟大家所分享的一個股票 不論股票漲 不論股票跌 不論股票拉回來 我都一虎一實 實實在在的一個跟大家一起來做分享 我相信市場上 沒有一個專家敢這麼做 甚至我們的一個股票 我都還會透過我的line ender 哦 黨黨股票搶在錢 都有訊息為證 都有圖有證據啊 這就是我們跟其他表演區 這個專家不同的一個地方啊 我相信今天你都看到了 今天只要你是我那天的那個粉絲好朋友 我相信每個人都是怎麼樣 都是我這個我們的一個怎樣 啊 國內啊 我們的一個台灣股票市場上 最幸福的一個人群 你說是不是 哦 不只是台藥 哦 包括的一個核心控 也是一樣 哦 你可以看到我們第一趟 哦 我們開心大賺超過兩成之後 然後第二趟拉回來 我也告訴你4月29號 22塊以下 我再把他怎麼樣 再把他接回來 哦 我都是講在前面 哦 然後接回來之後 你可以看到今天早盤開高大漲的時候 要不要追 當然不要 今天早盤開高大漲的一個時候 我們算是又把怎麼樣 把多單 把他給獲利開金放進口袋裡 你可以看到這樣短短的一個 幾天的一個時間 價差又12.7% 兩段累積的一個價差達到多少 達到34% 哦 也就是說你投資100萬 哦 在這個月短短一個月左右的一個時間 就讓你可以開心大賺超過 將近34萬 我相信 各位你都 看到了 不只是核心控 包括原來是Belgo的一個PAC2的一個原像 你可以看到這檔的一個股票 也是我們的一個經典代表作之一 為什麼這檔的一個股票 他能夠和地霸通的一個 吉拉的一個大漲上來 原因很簡單 我就告訴大家 很多人看到的是第一季的一個 獲利的一個不好 但是老師看到的是他的一個怎樣 社會整個的一個Switch的一個怎樣 在大陸的一個開賣 以及整個這個任天堂的一個怎樣 最佳的一個訂單 老師看到的是他未來的一個成長 第二季以及下半年他的一個營運的一個成長的一個利基 並且他又具備有低基期 轉基成長體財的一個選股的一個要件 所以為什麼的一個原像 你今天 股價 能夠連面的一個和地霸通上來 當然股價大漲上來 我昨天也跟他說過不要再去追了嘛 那如果說你有跟上的話我恭喜你嘛 至少老師不讓你落盡你可以看到 這檔的一個股票大漲上來 你愛賺多少就由你自己來做一個決定 包括的一個讓Superman也是一樣 為什麼像這樣的一個股票 最近的一個表現 都能夠這麼的一個強 原因就是很簡單 因為他的一個營運 具有一個轉期成長的一個利基 上次包括老師送給大家的一個 五一勞動節的一個大禮 真正好鉤標的第一檔 首發股的一個8033的一個雷虎 你可以看到這檔的一個股票 我送給你的一個時候 你可以看到禮拜5月2號的時候 都有9.8塊的一個位置區 讓你可以來做成接 讓你可以來做買進 當你懂得做掌握的話 你可以看到就是聯標的一個怎樣 兩根的一個漲停板 昨天在創新高 我也告訴大家不要再追了 愛賺多少有你自己決定 你可以看到光是短短的一個 三天的一個時間 價差足足就達到多少27.6% 超過27% 這就是我們給大家的一個禮物 我們跟大家所分享的一個股票 我相信各位你都看到了 那麼如果說過去 我們跟大家所分享的一個股票 不論是台表哥也好 不論是核勤控也好 不論是元相或者是雷虎 甚至台藥這些的一個股票 如果你沒有跟上的話 沒關係 但是重點是我下一檔的一個這樣 下一檔我即將鎖定的一個股票 你務必務必要趕快跟上 為什麼 你務必要趕快跟上 比如說像這一檔的一個吸力哥 為什麼我把它叫做吸力哥 因為 他未來的一個股價的一個表現 我可以告訴大家 一定會跌破很多專家的眼鏡 所以我把它叫做吸力哥 因為你可以看到他去年賺 每股賺的差不多7塊錢左右 而且今年啊 今年手機就已經賺了1塊7啊 將近2塊啊 獲利是大成長 並且 稍微整個他的一個讓 的一個驅動IC成功拿下的一個亞馬遜 包括了觀感車IC 也成功的一個拿下的一個大陸的一個 華為 Obo VV 以及南韓的一個這些的手機的大廠 再加上的一個無線的一個耳機的一個 訂單的一個價值 全年營運足跡看望 甚至不排除今年有機會挑戰一個 股本的一個這樣 的一個機會 那麼你可以看到去年賺了差不多7塊 那麼如果說今年有機會挑戰一個股本 那麼隨著一個股價的一個這樣 的一個壓回來 來到的一個回測的一個季線遊手 回測的一個季線的一個位置去 那麼這個地方 是不是一個非常難的一個好機會 就像當時候我跟大家所分享的一個 台藥一樣 非藥的林陽 你看回測季線 如果你懂得做把握的話 光是這樣短短幾天的一個時間大漲上來 一張價差 就17塊 而且甚至這一檔的一個股票 所以各位現在一個投資朋友 如果你想要把握的一個投資朋友 那麼標股新冰地鐵和那安德 你就要趕快做加入 不只是這一檔的一個股票 還有一檔我把它叫做紅粉佳人 為什麼這一檔的一個紅粉佳人 我覺得非常的棒 因為你可以看到他去年美股賺了2塊多 將近3塊 但是今年的一個首季 就已經美股賺了2塊多 也就是說我今年那個首季就已經幾乎 畢竟去年全年的一個獲利 而且隨著一個5G體財的一個 持續的一個花燒 預估今年的一個全年的一個獲利 不排除這樣就挑戰一個股本的機會 去年不過才賺2塊多 那麼不到3塊 但是今年有機會挑戰一個股本 那麼像這樣的一個股票同樣 他回撤的一個這樣 季線位置區 那麼這麼難得的一個好區位 各位見到一個投資朋友 你是不是要趕快做把握 就像元香一樣 你可以看到當時候 我跟大家做分享的時候 原來是標股PAC2 隨著一個股價的壓迴 如果說你懂得做把握的話 你可以看到股價就是聯妹的 漢地的一個拔中上來 那麼同樣的一個這檔的一個股票 我可以告訴你 將位是台北股市裡面的 一檔的一個黑馬股 如果說你錯過了之前 我跟他分享的一個台表科 我跟你分享的一個台藥 或者是我跟你分享的一個原像 這些的一個股票的一個投資朋友 那我希望 我希望這兩檔的一個股票 你務必要能夠跟上腳步 我常常說 股票要找 做到一支股票 勝過亂買10檔股票 過去我們跟大家所分享的一個股票 黨黨都能夠讓你開心 大賺的一個好機會 我相信大家都有目共睹 如果說你不想錯過 10年這10年難得一見的一個大行情 機會的一個好朋友 你有想要把握下一檔標股的好朋友 來 標股新天地要趕快做加入 END GOLD99 END GOLD是小雪 阿拉伯數字兩個字 99 歡迎各位加入標股新天地的一個9END 那麼老師用標股來幫你寫日記 標股新天地9END 就是讓你可以看見財戶的一個未來 好事不斷的降臨 如果說你不曉得怎麼做加入的話 那麼趕快 好趕快把電話撥通 沒關係 你就直接撥通電話進來 23219933 23219933 我們線上都有專人會來為大家做 最後祝大家操作順利賺大錢 跟著冠軍走 財戶一定有 我們明天同一天再會了 拜拜 本公司以望著績效不保證未來獲利 且與所推薦分析之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深深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